如何根据涨幅榜选牛股 进入涨幅榜的个股 最终演变成持续上涨牛股的概率相对较大 在涨幅榜中选牛股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在具体操作时需要掌握以下的投资技巧 分析个股迅速上涨的原因 对于刺激股价迅速扬升的各种传闻 消息题材等原因 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大多数情况下 受消息影响而上涨的个股 由于缺乏必要的主力资金建仓的过程 往往持续性不强 缺乏必要的可操作性和必要的获利空间 因此对于单纯受消息影响而进入涨幅榜的个股 进入时要谨慎选择 个股是否属于当前热点 研判涨幅榜上个股是否属于当前热点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方法是看该股是否属于市场已经热门的榜块 另一种方法是看涨幅榜上 有没有与该股同属于一个榜块的个股 如果在涨幅前30名中 有多只股票是同一榜块的个股 就表示该股属于市场中新崛起的热点 投资者也可以重点关注 是否有量能积聚过程 股市中资金的运动决定了个股行情的本质 资金的有效介入是推动股价上升的原动力 涨幅榜上的个股 在未来时期是否能继续保持强势 在很大程度上与之前的资金介入状况有紧密的联系 热点板块的量能积聚过程非常重要 只有在增量资金充分介入的情况下 热点行情才具有持续性 对于符合上述三种条件的个股 建议你重点关注 择机买入 往往会有不菲的受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